第39屆国际民航组织大会iCAL 应受到中国大陆施压排除台湾与会 交通部民航局代表团过去一周在会场外 积极和友邦展开双边会谈 民航局副局长何淑平表示 感受到友邦对台湾加入iCAL的热烈支持 强调非安因超越政治 不该受到其他因素影响 我想我感受到的就是说 整个友邦对于台湾这个专业参与 这个iCAL的部分的支持是非常强烈的 那他们对于整个我们的处境 也是非常理解的 然后在整个我想在整个的挑战上 挑战上其实也是很大的 在我们未来的一个推动参与的部分 今年iCAL大会聚焦航空减碳议题 何淑平表示台湾身为全球航空的一份子 将配合iCAL政策 但台湾无法参与大会 必须透过各种管道间接收集资料 成为未来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对于这个iCAL来推动这个 其实我们也是秉持着 我们应该要来积极配合 那不过因为这个相关资讯的一个取得的一个落差 我们也不希望这个落差 就是让我们准备的时间变得非常的一个急迫 因为这个关系到一个航空产业 在环保上跟这个永续经营上的一个权衡 民航局代表团结束任务后将搭机返台 何淑平认为未来有必要和友邦 针对非安环保等议题建立更紧密的连结 民航局也将继续提升各项民航措施 让国际社会更了解台湾的民航现况